死亡 恩恩爸今早再度的前往消防局 因为他在译文笔记时漏进了一句 没有办法派车要通知1922 而这句话是不是成了延误就医的关键 消防局回应 同仁只是好心提醒派遣员 并不会影响到后续的送医流程 那是当初我写下了一个很关键的笔记 之后我发现这句话真的很关键 西北中和男童恩确诊死亡 案件延烧快两个月 恩恩爸13号早上再度前往消防局 因为他日前听录音档随手写下 没办法派车要通知192212个字 成了儿子的死亡关键 旁边有一个声音 突然告诉指寻人说 没有办法派车要通知1922 所以接着指寻人就对着我老婆说 你打过1922了吗 这会严重影响到 救救之后 他们后面的派车的决定 面对质疑 卫生局回应 恩妈妈4月14号当天 下午5点42分致点1922 6点08分恶度致点通报 119获报同步联络 卫生局和医院寻找专则病房 但卫生局电话站线 医院降载不能收支恩恩 6点25分才联络上卫生局 1922却迟至8点55分 才通报卫生单位 他提醒他 要去确认有没有通报 相关卫生单位的一个 确诊的这个流程 没有去影响到我们后续 救护派遣的这个流程 卫生局指出 当时中央规定确诊者送医 应直接拨打119及卫生局 才能安排辖区接受医院 或由1922转接通报 直到恩恩事件后 才简化通报流程 疫情指挥官陈时中 却说1922没有公权力 中央地方到底谁有责任 伤心的家属还在横向 找蛛丝马鸡 记者叶伟林路易新 采访报道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vidence of the